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马太福音14章1到12节 那么我们上次提到在马太福音13章有八个比喻 我们昨天的经文最后看到在13章53节到58节 那么耶稣说完这些比喻之后呢 结果大家就稀奇 其实是一种忌妒或者是一种瞧不起 就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等等 57节他们就厌弃他 那么耶稣在这里就讲一句话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在本地不被尊敬 那么另外一位先知 在当时候大家众人认为的先知是喜悦翰 一样不被人尊敬 所以14章今天的进度1到12节就讲到施洗约翰的死 那时分封的王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 这个西律不是大西律 是他的孩子西律安提帕 那他分封的属地呢 就是加利利这块地方主要是耶稣在侍奉传道的一个基地 那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 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出来 这里面是因为在当时候希腊的思想里面有死人重现的观念 不过这样的表达也反映了西律安提帕 他心里面有一些不安跟害怕 为什么呢 后面马太接着说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 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这个是有一个故事有个背景 第三节讲西律为他兄弟斐利的妻子斐罗底的缘故 这个斐利不是路加福音三章一节讲的那个分封的王斐利 不是的 大西律有两个孩子都叫斐利 那这个斐利他就是一个平民而已 他不是王 他住在罗马 那有一次这个西律安提帕去罗马拜访他 看到这个西罗底就引诱他勾引他 勾引这个西罗底做他的妻子 那西罗底跟西律安提帕说 你必须先离婚 西律安提帕就回去 就真的听了西罗底的意见就离婚 然后娶了这个西罗底 西罗底是他兄弟的妻子 另外这个西罗底也是西律安提帕的侄女 就是他的侄子辈 所以这个事件本身他是有很大的争议 因为第一个他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 也是自己的侄女 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在他们律法当中淫乱也是乱文 在道德上是有争议的 施洗约翰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责备西律安提帕说 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西律就想要杀他 只是怕百姓 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因为施洗约翰责备西律安提帕 所以他就怀恨在心想要杀他 可是又怕百姓就不敢杀他 当时候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很多的人到旷野要去受他的喜 很受当时候人的欢迎 而且他们认为约翰是先知 到了西律的生日 西罗底的女儿应当是沙罗米 在众人面前跳舞使西律欢喜 这个跳舞在当时候的背景 不是一般的跳舞 是一种厌舞 是一种淫乱的舞 那这个是很奇怪的 因为西律安提帕娶了自己的侄女 而那个跳舞的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他的女儿 根据这个背景资料 他这个女人当时四岁 所以在那里烧手弄枝 在那里娱乐其他的人 西律就启示 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 应当是喝醉了酒 好像要在众人面前显出他的威荣 他就对沙罗米启示 发誓 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 那这个女孩子 其实年纪小小的 他并不知道 所以女儿被母亲所使 西罗底 他就出了主意 就说 请把施洗约翰的头 放在盘子里 拿来给我 很可能这整个过程 包含让女儿在那里跳舞 整个过程都是西罗底的计谋 王便忧愁 但因他所起的事 又因同习的人 就吩咐给他 王就忧愁 这个为什么忧愁呢 在马可福音有记载 其实在马可福音六章二十节说 我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 西律怕约翰 知道他是一个正直圣洁的人 就保护他 西律每次听了约翰的讲论都非常不安 不过他仍喜欢听他谈论 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 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抓了他是因为施洗约翰在民中有影响力 不愿意他继续在外面讲这个信息 特别是指控他指责他的信息 因为对他的统治会带来威胁 那他又讲了这个西罗底 这个太太呢是非常的功于心计的 所以逮了一个机会想要把他给出事 那为什么杀死就杀死还要这么残忍 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 这个叫做死了要见尸 可以表达出来他们内心的害怕 西罗底内心的害怕 所以杀了他不仅杀了他 我还要亲眼看到他的头 我这个是非常的残忍 可以知道一个人 他要被权位迷失了多少的心性 才会做出这种可怕的事情 那这个西律安提帕他忧愁 他一方面他知道 施洗约翰是正直的人 他也知道杀了他 百姓会抗议 因为百姓是永待施洗约翰 可是他现在面对的是另外一个 他的面子 他已经讲了 他在众人面前讲了 所以马太太就说 因他所起的事 又因同袭的人 旁边很多人都听到了 你是一个王 那你言而无信 怎么办呢 会没有面子 那就吩咐给他 就答应西罗底女儿的要求 事实上是西罗底的要求 于是打发人去 在坚里斩了约翰 施洗约翰 他等于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 施洗约翰一死 基本上就是也预告了 宣告了 旧约的结束了 在旧约许多的先知 因为当地当时候的百姓 顽梗悖逆的心 抵挡这些先知 攻击这些先知 甚至杀害这些先知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一样是如此 甚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一节把头放在盘子里 拿来给了女子 女子拿去给他母亲 这对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来讲 也是血淋淋的 一颗头就放在盘子里面 约翰的门徒来 把尸首领去埋葬了 就去告诉耶稣 约翰的门徒也冒着一些风险 把实习约翰的尸首领去埋葬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整段 那我们说从第十章开始 耶稣拆派门徒神国彰显 十一章十二章就记载了 这些人对天国的教导 的怀疑跟不幸 包含一开始 实习约翰他在监牢里面 他都开始有了一些疑惑 你是要来的那一位吗 你是弥赛亚吗 十三章耶稣又传讲天国的比喻 又传讲天国的道理 那么十三章的最后就看到 耶稣在家乡里面呢 被藐视 被厌弃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不仅耶稣施洗约翰 我们看到十四章一到十二节 也是看到 这个抵挡敌对 耶稣的先锋 弥赛亚的先锋 已经被杀死 那么也等于预告了 耶稣他之后要被杀 那其实对读者来说 也对读者带来挑战 就是跟随弥赛亚 跟随耶稣 似乎不保证安全跟平顺 但是我们愿意为天国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记得吗 前面这里说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测快递 我们愿意为天国付多大的代价 施洗约翰为天国付上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们呢 我们愿不愿意一样为天国付上生命的代价 付上一切的代价 所以在十四章一到十二节 跟前面十三章五十三到五十八节 一样都是在讲天国福音的开展 那么人的反应 人对天国的这个厌弃 甚至杀掉施洗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所讲的 他们不愿意听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一段 会提到几个部分 一个是 我们之前读了 马可福音六章二十节 讲到其实 希律安提帕他是知道施洗约翰这个人 而且他喜欢去听施洗约翰的讲论 所以他可能是到监牢里面去 听听施洗约翰怎么讲 可是好可惜对不对 他听了到 却没有接受这个道 他喜欢听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把这个道 放在心里面 接受他并且愿意让这个道来主导他的生命 努力的来活出来 我们有时候在信仰里面 酒也是会 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长老对我说 他说你们传道人在台上 讲前面开头两句话 我就知道你后面要讲什么 他在表达的是说 他其实听了很多的道了 他当基督徒那么多年了 但问题不在于听到 希里安提帕他也听到 对不对 而且是施洗约翰对他讲道 很可惜的是 这个道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 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 我们听到 是不是真的让这个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我们真的愿意回应这个道 把这个道放在心里面 真的听进去 那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的见证 刚才提到 他就回应了耶稣所讲论的天国的比喻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盼望这个世代也兴起更多 像施洗约翰这样一样的人 勇敢回应这个世代的邪恶 阻止这个邪恶 并且来显出那个善 不过我想我们这里有一个要补充 我们并不需要都是严厉的 神呼召施洗约翰 扮演一个像以利亚先知那个角色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对照 列王记那么也记到以利亚 以利亚他在指责君王雅哈 那么被耶稣别王后 耶稣别追杀 是不是很像施洗约翰在这里所做的 他在指控西律安提帕 他的邪恶 他所做错的事 哇这个希罗底要追杀他 施洗约翰就是耶稣说 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以利亚 那这个时代我说 耶稣的先锋被杀了 预示了耶稣他也要受死 但其实这后面也预示了 世世代代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也要遭受逼迫 不过我刚才讲 我们求主兴起更多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不一定都是需要严厉的 有一次我的孩子回来 告诉我说班上有一个同学 会被其他的同学排挤 那他问说要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说 我们要祷告求主给你智慧 因为你在班上上帝给你有影响力 你是班长 你有好的表现 同学服气你 那他就把他听进去 有一次在学校下课玩游戏 大家排挤他不愿意跟他一对 不愿意让他玩 那么我的孩子他就主动的去跟大家说 说没关系啦 你让他玩我跟他一对 那当然他们就因为这个孩子 不是那么会玩游戏 不是那么会打球 所以就输掉了 但是呢我的孩子他也消消的没有关系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因为他这个动作就保护了这个同学 同学也开始跟这个被排挤的孩子玩 因为有一个班长他愿意把他当做朋友 我要表达的是说我们都需要像施洗约翰这样起来 回应这个时代的邪恶 止住这个邪恶 但是呢求主也给我们智慧灵巧像蛇 用各样的方式去影响这个时代 当然有时候上帝如果呼召我们像施洗约翰那样 勇敢地去指出罪恶 求主也给我们勇气 帮助我们在这些时刻 我们能够忠于上帝的托付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的心何等难过 施洗约翰他一生忠于他的护照 成为弥赛亚的先锋 他也勇敢地传讲悔改的信息 一生活出这个信息 然而我们却看到世界抵挡真理 甚至要将真理的出口 完完全全地除灭 哦主啊求你怜悯 在这个时代 仍然像过去的时代一样 要除灭真理 要让真理的神灵不被人听见 然而主我恳求你 帮助带领宗教会 兴起更多 每一个都被建立起来 像施洗约翰一样 在这个时代勇敢地 来止住罪恶 不管是用灵巧的智慧 或者是大声疾呼 主啊你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个时代 成为施洗约翰一样 这个叫人心悔改 叫人的心越发的离弃罪恶 主求你施恩 求你灵敏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